能够以尊重的态度和大众相处 即使信仰不同 也能够广洁善缘 修行学佛就是要在生活中实践佛法 用慈悲与智慧去转化种种境界 以平等包容的心随缘度化一切 面对不同的宗教信仰也是如此 信仰宗教 这个是人性的一种走向 那么就是说对自己生命的存在 这个事实想要更多的了解 从我们所可以学到的传统 留下来的一些对于我们生命的解读 解释以外 我们还寻求各种宗教给我们的讯息 主要就是要每一个人 每一个生命想要了解生命的真相事相 那么就在这个互相了解 各自了解的当中 也有各自的这种信仰 不同的这个环境地点时间 所产生的宗教的提倡 因而有的雷同 有的是这个相对的 有的甚至于这个教育的内容 互相是仇视 互相是这个不容忍的 那么这个在人间来讲 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那么虽然是觉得不幸 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 那么这个面对呢 我们应该从人性 从一种比较客观 一种互相了解的立场 来看互相的不同生活 不同文化的这种提倡 学佛就是学佛的深口意 在日常生活中 落实佛徒的教诲 应用智慧 善观因缘 以尊重的态度和人相处 必能广结善缘 十方新闻记者 赖英荣台北采访报道 博力的4月22日